我们这个房子买过来的时候 这个墙壁这边没动过 之前那个老外他们就是贴的这种东西 掉下来了 我老公说他自己重新把它修复一下 太丑了现在 我老公把这个整个炉子都移出来 大工程了 修不了 不会 你得可以 老公你楼下的架子搞好了 搞好了 你好认真哦 还拿个铅笔画 来看我 老公你贴的很平整吗 这个很平整 没关系看不出来 你等一下这个煤气炉叫我跟你一起抬 你个人的腰搞坏了 我又在地下室增加一个架子 刚刚我老公把我装好了 我来把它收拾一下 我准备把这个架子上面全部都摆吃的 这样子倒东西方便一点 这样子看起好清爽哦 黄豆 羊肚菌 这是花椒 这个是白芝麻 这个是驴豆 我现在慢慢把它一个个收拾起来 来看看我们家的部分囤货 这是红枣 这是灶脚米 那个是桂花 这个是干的鲍鱼 黑木耳 这个是韩国的那个高丽生 是我公公伯伯他们去韩国的时候呢 买过来给我吃的 说是给我补身体 我到现在 我把它切片了 到现在也没有吃 然后呢 这些是一些中药材 有时候包东西用的 这也是中药材 当归 后面是那个干贝 包摊的 这边这个呢 也是鲍鱼 这两瓶鲍鱼呢 是一个大一点的 一个小一点的 后面这个是小米 还有这个是桃椒 妈咪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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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你找妈咪干嘛 弟弟啊 啊 好 爸妈 你们穿一个衣服去起吧 去起 哇 你穿的好看 谢谢 穿外套 去穿外套 弟弟 去骑车了 弟弟 弟 哎 哎 没干嘛 外面在看你 这边架子呢 这边架子呢 我就收拾好了 上面呢 就摆了一些锅具 这个是那个吃火锅 还有烧烤的一体锅 这个呢 是切那个羊肉的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这个面粉啦 这是白糖 这是那个糯米 这边呢 就摆一些面条啊 杂七杂八的吧 收拾好了 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找过铺一样的 啥都有 这边下面呢 就是摆一些 大部分是零食吧 还有一些面 这边这个是矿泉水 这边 这是我女儿有时候带的 学校里吃 单点先吃的 那后面呢 是鸡蛋 一盒这个腰果 这边呢 是那个酱油啊 还酒之类的 这边也是一些零食吧 还有一些小的调料 放在这种小的里面呢 就好找一些 这个货架收拾好了呢 就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挺整齐吧 这样找东西呢 就一目了然 还有几个货架呢 没收拾好 总共有四个 这边这个呢 就摆我的一些烤盘啊 之类的 这是放在最上面一层 接下来的这一层呢 就是一些调料 还有电磁炉 搅拌盆 因为我们家厨房间太小了嘛 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到这边来了 这边这个呢 是一口锅 这边呢就是一些比较大的碗 不是每一天使用的一些碗呢 就放在这里 最下面这一层 这边是做包子 中间一个那个是 我老公做产粉用的 最靠这边的那个呢 就是高压锅了 这边收拾好了呢 就是这样子的 厨房间那边还没有收拾好 还好乱 另外两个还有两个货架呢 也就是放的一些杂吃杂拔的 我还没有整理好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排 看起来好舒服 竹春鸡汤 你们等会全部都倒在一起的 我找都找不到啦 这是什么是拼 看你拼 拼? 拼拼这个 拼这个 啊拼? 这个 这个 这个它在哪个一起 你为什么这个 什么呢 哦 它是这个的帽子 这样 看 这个不行 你 你自己的拼好啦 哇塞 走啦 我们这是五成真意 放一点竹笋就可以吃过了 我家女儿喜欢吃这个竹笋 今天就是凉菜一摊 一个是竹笋鸡汤 还有个这个就是五水蒸鱼 这个是凉拌芹菜